大家好,我是Elsa 大家好,我是Elsa 今天的影片是 非常适合日文初学者的动漫 白熊咖啡厅第五代 我们一边观看影片 一边学习当中地道的日文表达 那我们开始吧 ドオ、スマホ 怎么样智能手机 ドオ 就是怎么样 问对方这个东西怎么样 那是口语中的讲法 完整的呢我们可以讲 ドオデスカ 怎么样啊 スマホ就是智能手机 智慧型手机的意思 那完整的呢就是 スマートフォン 那它也是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スマートフォン やっぱり便利だよね 果然很方便呢 やっぱり就是果然的意思 那它是やはり的一个口语表达形式 やっぱり 便利 便利就是方便的意思 やっぱり便利だよね 果然很方便呢 好吗 スマホ やっぱり便利だよね ほら 好きなときに いつだって天気予報も見られるしね ほら 你看 ほら呢 是一个感叹词 它表示的就是指着某个东西呢 来引起对方注意 发出的一个感叹词 你看你看 ほら 好きなときに 好きなときに いつだって天気予報も見られるしね 随时能够查看天気予報 好きなときに 好きなときに呢 就指的是 任何你希望的时候 任何你想什么什么的时候 比如 いつでも好きなときに来てください 不管什么时候 请随时来 那就是任何你希望来的时候 任何你想来的时候 都请随时来 いつだって いつだって呢 就相当于 いつでも 随时 任何时候 那好きなときにいつだって 就是只要你希望的时候 任何时候都可以 那就是随时 天気予報 天気予報 天気予報も 那这里的も呢 是什么用法呢 熊猫在这里呢 在列举 スマホ的一些好处 对不对 所以后面他还会列举一大串 那这里的も呢 就跟后面列举的好处呢 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みられる 動词原型呢 是みる 就是看的意思 那みられる呢 是它的一个可能性 能够看 みられるし 这里的し 用法呢 是表示 第一种 对同类型事物的列举 第二种呢 表示对 理由的列举 比如 東京は人が多いし 物価は高いし 住みにくいです 東京人多 物价又高 不太适合居住 那这里呢 是对同类型事物的列举 对不对 那熊猫这里呢 它也是在列举 スマホ的一些好处 所以这里用了西 好きなときにいつだって天気予報もみられるしね 地图もみられるから迷子にならなくてすむし 地图もみられるから迷子にならなくてすむし 还可以查看地图 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地图もみられる 地图をみる 就是看地图的意思 みられる 刚才我们介绍过 是みる的可能性 对不对 可以看地图 那这里的も呢 跟刚才列举的好处 也是表示一个变列 对不对 地图もみられるから 这里的から呢 在日语中表示一个原因 比如 眠から寝ます 因为困所以睡觉 野菜が嫌いですから 食べたくないです 因为讨厌蔬菜 所以不想吃 那这里熊猫讲的 地图もみられるから 因为呢 也可以查看地图 所以呢 我就不会迷路 迷子にならなくて済む 迷子になる 就是 迷路的意思 迷子になる ならなくて済む 什么什么なくて済む呢 在日语中表示 就算不那么做 问题也会解决 通常我们翻译为 不什么什么就解决了 不什么怎么样 也可以解决 不用什么怎么样 比如 Amazonさえあれば 外出しなくて済む 只要有Amazon 不用外出也可以 予約しておいた おかげで 待たなくて済みました 幸好 预约过 不需要等 就解决了 那这里 迷子にならなくて済む 我就不会迷路了 我就不会迷路了 我不用迷路呢 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那这里呢 还是再列举 スマホ的好处 对不对 地图も見られるから 迷路にならなくて済むし 頭に乗せて バランス感覚も磨けるし 頭に乗せて 放在头上 乗せて 動詞原型呢 是乗せる 就是把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什么上面 那頭に乗せて 就是放在头上 バランス感覚も磨けるし 还可以锻炼平衡感 バランス也是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Balance 平衡的意思 バランス感覚 就是平衡感 バランス感覚も 那这里的も 依旧是并列 现在已经有三个并列了 对不对 磨けるし 磨ける動詞原型是 磨く 那在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指努力 让学问或者是技术 不断的进步的意思 バランス感覚も磨けるし 可以锻炼平衡感 可以训练平衡感 那这里的心呢 依旧是在列举 スマホ的好处 頭に乗せて バランス感覚も磨けるし それ スマホの使い方じゃないけどね でも 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使いこなしてませんか? 僕だって 待ち受け変えてるし でも 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使いこなしてませんか? 但是用的比较 更熟练呢 でも 就相当于しかし 的意思 但是でも呢 更加口语一点 但是 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AはBより 什么什么です 在日语中呢 表示一个比较 A比B 更加怎么怎么样 比如 電車はバスより速いです 電車比巴士快 那 这里 でも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那 这里其实主意 省略掉了 其实是 パンダさんは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熊猫比 奇蛾更佳 使いこなしてませんか? 使いこなす 就是 让什么什么东西的性能呢 十分的发挥 发挥得很好 使用的很熟练 使用的很有技巧 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使いこなしてませんか? 僕だって 街受け変えてるし 我也改了待机画面啊 僕 就是男性的第一人称 我的意思 僕だって 刚刚我们讲过的 いつだって 就表示任何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那这里的だって呢 在这里中表示 列举出某事物 表示 该事物也怎么怎么样 比如 私だって本くらい読むよ 我也是会读书的呀 那这里 僕だって 我也是 能改了待机画面的呀 街受け 是街受け画面的 一个简略说法 就是手机的 待机画面的意思 でも ペンギンさんより 使いこなしてませんか? 我 僕だって 街受け変えてるし 他にも 写真を撮ったり 音楽だって 聴けるしね 他にも 另外 他にも 就是另外 还有的意思 写真を撮ったり 可以拍照 写真を撮る 就是拍照的意思 なったり 什么什么たりする 在日语中表示 同一类型事物 或者行为的列举 那它的常用句型呢 是什么什么たり 什么什么たりする 比如 昨日はカフェに行ったり 本屋に行ったりしました 昨天去了咖啡厅 也去了书店 那这里的たり呢 我们有时候 会用一个 有时候会用两个 有时候甚至会用三个 具体呢 看自己要列举 几个事物 写真を撮ったり 拍拍照 音楽だって聞けるしね 他可以听音乐 音楽だって 那这里的だって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列举出一个事物 表示该事物也 那也可以听音乐 聞ける 動詞原型呢 是聞く 音楽を聞く 就是听音乐的意思 聞ける呢 也是它的一个可能性 能够听 那这里的C呢 还是在表示列举 对不对 这里呢已经有四个列举 音楽だって聞けるしね はい解説は以上です 好解说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的内容 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帮忙订阅 关注点赞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好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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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说